宠物医院、宠物临时店、宠物服装店 但你听说过宠物幼儿园吗? 在四川成都温江区就有一处占地54亩的宠物幼儿园 为宠物提供校车接送、日拖记养、课程训练等服务 5月28日上午9点过 宠物幼儿园的校车就将被主人托管到这里的宠物狗 从成都各个城区接到园区 宠物管家检查完狗狗的身体状况后 就为他们穿上了校服 再根据宠物狗的大小以及品种进行分班 整个过程充满仪式感 像我们公园推出的一个坐校车穿校服 其实最初的一个初心 就是说把狗狗当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 它也是需要去读书、去学习 比如像我们公园的这边的话 它可以有更宽阔的一个活动空间 能够有节食更多的一些狗狗朋友 狗狗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社交 需要一个活动 上班没有时间看管照顾宠物 如今成为不少养宠人士的痛点 李勇表示 两年前他看准其中商机 开办了这所宠物幼儿园 目前园内日拖宠物狗在15只左右 且经常出现订单量超过圆区负荷的情况 为什么就是说日拖的狗狗会越来越多 主要就是说现在目前第一个洋虫的人士越来越多 还有就是说大家也都是一些上班一组 然后比如说平时后大多就是一些早出晚归的一个状态 在这里的话我们狗狗的每天的一个状态的话 也会不定时不定期的向客服去反馈 游泳课 行为纠正课 定点排泄课 园区内每一只宠物狗都会在宠物管家的陪伴下 按照课程表进行训练 然后我们会给它上一些课程 就比如主人要求的什么行为纠正课呀 才艺课呀 还有非盘课 边墓这些就比较需要非盘课 像那些大一点的狗狗 比如主人牵不到呀 或者是要暴冲呀 我们就要纠正它的那个行为习惯 才艺的话就是小型犬 小型犬的话我们会教它转圈呀 装死呀 这样回家的话跟主人会有一个互动 然后在养狗狗的生活中也会比较有乐趣 每天傍晚园区就会将日拖的宠物狗送回主人家 宠物主人侯女士坦言 以前上班的时候 她经常会担心自己的狗狗独自在家 而现在这种日拖的模式 帮助她缓解了白天和宠物分离的焦虑 她们在外面运动多一点 一是对身体好 另外一个就是有人陪着她不孤单 因为都说我们的世界有很多东西 可是狗狗的世界只有我们 所以又不忍心看到她在家里独自等待的那种 每天她们不定时地发送过来过后 你自己没有后顾之忧过后的工作都会有动力一些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